那Politico這個 誒 莫達不要這樣快倒 本集由Sandler Sport Game贊助播出 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左右Fantasy 我是阿Sean 那今天 誒 今天要介紹這個左右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馬來西亞就要快要大選啦 那要大選的時候呢 不玩一些關於政治的左右 怎麼可以呢 來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Politico 第三版本的Politico啦 那這個第三版本的Politico呢 有一點不一樣的規則啦 那我將會在這個影片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Politico 第三個版本的怎麼樣玩啊 政治的權職呢是很陰險的 然後每個政治人物在大選前呢 都會耍出一些小手段 來陷害其他的政治人物 那在Politico也不例外啦 在這個遊戲裡呢 每個玩家扮演著這些黨的這個領袖呢 在大選的時候撈到指定的票數 那這個玩家就是這個遊戲的贏家啦 首先呢 每個玩家就可以從這十個檔 選擇一個檔 然後剩下的卡牌呢 就把它放回去啦 當每個人選好檔的過後呢 這些就是我們的遊戲卡啦 把它給洗一洗 然後分三張卡牌給每個玩家 然後剩下的這些卡牌呢 我們就把它給放在中間 這樣子我們的設置 大致上就完成啦 那在這個遊戲我們要怎麼決定 這個遊戲的七十萬家呢 就好像現實這樣子啦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錢包拿出來看看一下 看誰身上有最多錢的那一玩家呢 那一位玩家呢 就是七十萬家啦 那在Politico的第三版本 到底要怎麼玩呢 在那一回合裡呢 首先你要看看一下 有沒有任何在發動的 scheme 還有在發動的 那我們就先發動那個 scheme的效果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跳過這個回合啦 然後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抽兩張牌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打出兩張手牌 那比如說我就出這一張牌吧 因為這個遊戲呢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還有一個 兩面的這張卡 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一面 那比如說我要出這一張牌的話 我就可以選擇 我要出 上面的這個效果或者是 這個的 這個選票吧 那比如說我要 出的那一張呢 就是放在它真上面啦 你就 發動它任何個效果或者是選民的話 你就放在你前面 那如果它是 scheme 那就寫著 scheme的話呢 那我們就發動完它效果後呢 我們就把它丟掉啦 除了可以打出我們手上的牌以外呢 我們還可以 發動我們這個檔的這個效果啦 那每個檔呢都有屬於他們自己不同的一個效果啦 那我們可以 在遊戲裡面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去了解一下 各自檔的一些特別的功能啦 那在DASH呢 我們知道只靠一個人的力量呢 是不足夠的啦 那在這個遊戲呢 我們也可以跟其他的檔 聯合 那這個聯合呢 也算是 scheme的其中一種 所以當你決定要跟另外一個檔 聯合的話呢 那是算一個 scheme啦 那如果你已經決定要跟其他檔聯合過後呢 你就只能出多另外一張手牌啦 我們相信在大選呢有些檔呢會跟其他檔聯合 那我們也相信呢有些檔會推出這個聯合 在這個遊戲呢也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已經跟其他檔有聯合過後呢 我們在這個遊戲裡呢 我們也可以決定 推出這個聯合 那要怎麼推出這個聯合呢 那跟聯合是一樣的啊 也是需要發動一個 scheme 來推出這個聯合 那如果你是那個 主動推出那個聯合那一方呢 就要丟掉兩張的 這個選票啦 在這個遊戲裡呢 不是每個選民呢都適合每個的檔啊 那我們就可以參考看一下這一張檔呢 它這邊就有寫著 是Liberius Only 那在這些選票裡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什麼種族 然後它是什麼的類型啦 那所以呢 這兩張票呢一個是moderate 然後另外一個是conservative 那我的這個檔呢它只收Liberius Only嘛 所以這兩張選民呢我就不能得到這兩者選民的票啦 所以只要我出這兩張選民的票呢 它就會被丟掉啦就當作是丟掉這樣子啦 那比如說是這兩張卡牌的話啊 這兩張卡牌就能是我的選民啦 那如果我打出這兩張卡牌的話呢 這兩張卡牌呢 就是我的選民啦 如果你已經打出兩張手牌或者是已經發動了打名的效果呢 過後我們就結束我們的回合啦 那手牌上線呢是只能有四張啦 如果你多過四張牌的話呢 就要丟掉剩四張手牌啦 那要怎麼贏呢這個遊戲呢 在二到三個人的遊戲裡呢 只要你有五張選民的票呢 你就贏啦 那如果是多過四個人的遊戲呢 要需要六張票才會贏哦 那如果你有跟其他黨聯盟的話呢 如果是兩個黨的聯盟 你們總共的票需要十一張票 那這兩個黨就會贏啦 那如果是三個黨的聯盟呢 只要加起來的票 有達到十五張票呢 那這三個黨就是贏家啦 這個遊戲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好玩啦 那大家就不要忘記去 預購你的Politico 然後去投票吧 那以上呢這個就是第三版本Politico的這個教學影片啦 如果各位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有什麼想要說的 不要忘記在留言區告訴我啦 那在影片還沒有結束之前呢要先感謝 Sender's Board Game贊助這個遊戲 來讓阿瑟呢能夠拍這支影片分享給大家啦 除此之外呢 大家能夠用這個Board Game Fantasy的這個Promo Code 來享用一個十八千的折扣啦 那在Sender's Board Game呢 如果你購買超過九十塊令吉以上呢 就可以免費郵寄你買的左右送到你的家啦 所以大家還不趕快去Sender's Board Game購買左右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